复理幸福巴士前身为扑扑共城 在109年12月启动 由复理乡罗山社区发展协会承接 从110年11月正式专心成为幸福巴士2.0 成为合法市区的客运业者 并在112年5月将服务拓展至全乡 而根据服务统计资料所示 营运里程数成长率高达130% 为了提供乡亲们更贴近实际需求的服务 复理乡幸福巴士从今年4月起 服务范围正式拓展到台东县的池上乡 4月11号办理营运延伸池上乡路线事办仪式 为了提升复理在地民众更贴近实际交通需求的服务 复理乡公所积极跟县政府监理站 以及台东市区客运业者协调 营运路线跨域的可能性 经过了协调过后 正是与东台湾汽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参与合作的协议署 复理南边的部分大概比较生活圈都是在池上为主 楼山协会这边有反应这样的一个需求 因为它的目前现在复理跟池上翻山 其实目前现在有东台湾客运的路线在行驶 江东城宣布从今年4月起 复理幸福巴士服务范围正式拓展到台东县的池上乡 让复理乡交通更便利 从去年度到今年 我们整个的这个幸福巴士的一个推动 还有宣传部的话 我们尽量让所有的乡亲都知道 我们有推动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今年的存在率 年初的存在率 跟去年的存在率 这个达到这个谁 突破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几的一个成长率 复理幸福巴士前身为步步共成 在109年12月启动 由复理乡罗山社区发展协会承接 从110年11月正式转型成幸福巴士2.0 成为合法市区客运业者 并在112年5月服务拓展到全乡 公所也呼吁幸福巴士 采预约至欢迎民众致电到乡公所 记者高双双复理乡采访报道 除约至顶尖编 早 解词 原则 原刘 原刘